第八题,一盏家用台灯本来是使用60W的乌斯灯泡 换成100W的乌斯灯泡后变得更亮了 其主要原因为何 我们是所谓的家用台灯接着是家用电源都是110V的电压 所以选项A说通过灯泡的电压变大是错的 电压不变 那么因为电压不变 我们看到我们的电功率公式P等于V平方除以R 我们的电压是一样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功率变大了 我们电阻应该是变小的 所以选项B说灯泡的电阻变大是错的 而根据我们前面所学过的欧姆定律或者是电阻的定义 V等于R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电压是一样的 当我们的电阻变小 那我们的电流就应该变大 所以选项C说通过灯泡的电流变大是对的 而选项诸说电流变小是错的 因此第八题我们说 其主要原因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通过灯泡的电流变大